這個純粹是他在法例容許之下 做的一個垂死掙扎的動作 我不覺得他會有什麼結果出來 今次再去做一個上訴 他是想拖延的 民族黨你看回他以前 他的行為 他有組織、有指金、也有擋槓 去推動這個所謂獨立的主張 他亦希望在這段時間內 向外國勢力爭取一些資源、支援 又或者是爭取自己一些多的正義本錢 因為只要他一天都在上訴的階段 未取締的階段 他還可以向一些外國勢力和一些泛民的組織 要求一些幫助 其實這是一個很無賴的要求 行政長官又或者一些新兼立法會議員的行政會議成員 他們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其實都是很小心的 建制派議員有發聯署聲明去譴責民族黨FCC事件 但一些行政會議成員是沒有去做聯署的 所以你看到大家其實是有一個避驗的動作 他們硬要求行政長官和這幾位行政會議的成員 去避職其實是混亂了市庭 他們亦都沒有看清楚事實 我們不應該給予這麼多著情的空間 我們香港特區政府對民族黨已經太仁慈了 我亦都希望行政總管和行政會議 他們能夠盡快去處理這個上訴的個案 並且盡快有一個決定 讓我們香港沒有再有一個 這樣鼓吹港獨的非法組織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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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括者 字幕志愿者 2020 真不用講述